昨天说到,云武扬看着云夫人离开自己,去帮自己偿还杀人的血债,现在,剩下自己一个人孤零零,那个心不知多难过,多痛苦,多后悔。 哈,就在这个时候,大内高手罗金峰又来了,他还看出云武扬受了重伤,他就趁着这个机会,用说话来击云武扬,这个时候,罗金峰拿着三粒淡红色的丹丸,放在掌心,云武扬看了眼就说,我不用了。 哈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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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你這麼沒記性,民興親口答應小弟,三個月之內,你別說,天大的事,小弟從此不再來,請你走吧。 你,民興,君子一言快馬一鞭,武揚兄曾答應為皇上出山,為何現在又反悔?我本來就不是君子了。 民興,你何必這樣?人生不如之事,常八九。民興,你不用那麼傷心,不用那麼傷心。 聽他的口氣,這個羅金鋒是偷聽了雲夫人說的話,便懷疑雲夫人和石天獨曾經有個思情, 所以用這些說話來挑撥雲武揚,雲武揚一聽就很久了,那雙眼金光電射說, 羅大人,你真是想欺負小弟受傷未好,是嗎? 雲興,豈敢豈敢,武揚兄,抗力情深,明山皆隱,聖子神仙, 既然不再染逐塵,小弟也不敢勉強了。 這番說話,明明又在挑撥,又在諷刺,但是已經緩和得多, 雲武揚,呼了一聲,拱手就說,怠慢怠慢,請恕我不送, 兩個人本來就好像箭在言上一樣,一觸即發。 各位,他們為何又不發作呢?原來,羅金鋒雖然看出雲武揚已經受傷, 但是,想起了他那個出神入化的劍術,和武林絕學的一子禪功, 那個心仍是有點害怕的。 雲武揚這個時候鬆開氣,他仍是靠著窗口看了出去, 好像不在乎的神情。 誰知道羅金鋒走到門邊,忽然轉頭,又在陰陰濕濕地說什麼? 嘿嘿嘿,武揚兄,真是從此之後,再不管什麼閒事了嘛。 是,人不惹我,我不惹人。 好,好,哈哈哈哈,雲兄,有一個叫陳元基的年輕人,聽說他想行刺羅興的。 這些我不管他為什麼,不過,現在我想出手抓他, 說,老兄,不會理了吧。 雲武揚的心一聽,就害怕了,他想了一下,又淡淡地說, 如果跟我沒有關係,我管他做什麼才行。 羅金鋒一聽,就高興了,拱手馬上說, 哈哈哈哈,雲兄,你答應了,小弟告辭。 嘿,再說,陳元基不是上山的嗎? 他滿懷希望,來到雲家,在場外邊,隱隱約約聽到裡面有兩人講話的聲音, 好像都是男人的聲音。 他呆了一下,心就想,咦,為什麼不是雲夫人呢? 他猶豫了一下之後,他還是推開門,走進去。 哈,真是有這麼巧,這麼巧。 這個時候,剛剛羅金鋒走出來, 在花園裏面,撞到井, 羅金鋒一見,馬上就說, 哈哈哈哈哈哈, 你這個年輕人,幸好得了一條命, 還不遠走高飛,現在又來自投羅網, 哈哈哈哈,真是天望恢恢,疏而不漏。 聲出人到牆壁一身, 就施展小琴拿的前身琴敵的毒招, 扭住陳元基的手握。 羅金鋒太過輕敵了, 嘩,如果不出聲,突然襲擊, 陳元基絕對逃不出他這首毒招。 這個時候有了防備, 一個盤龍耀布, 右掌畫了一個圓圈, 左掌從袖底穿了出去, 來一個反扣羅金鋒的墨門。 這一招是以攻為守,用到欺負好處, 居然將羅金鋒的毒招輕輕化解了。 羅金鋒空了一聲,就說, 哈哈,你這些年輕人真是膽生無限, 居然跟我搶功。 羅金鋒一邊招一邊出手, 這次呢,他的手指一點都不慢, 突然間一招,陰陽雙推掌, 鬼抓圍推,用了小天聲的掌力, 雙掌一起推出,陳元基避無可避。 只要力冠掌力, 用了一招童子拜觀音, 雙掌合十, 還了一招過去。 這招一出就奇怪了, 為什麼羅金鋒的掌力, 不是想像的那麼強呢? 就在想著, 突然間就覺得, 有兩股潛力,左掀右掀, 當時就身不由己, 一年打了十幾個盤損, 沒有辦法找得住個身。 哈,原來, 羅金鋒的小天聲掌力, 是有股黏力的。 羅金鋒想生粥, 不想用光猛的掌力來打死陳元基, 所以, 就寧願自己浪費些精神, 用絕妙的內家掌力, 來對付陳元基。 這個時候, 羅金鋒又是哈哈大笑, 等到陳元基自己轉到頭溫眼花, 跌了落地, 忽然間聽到, 啪! 一聲, 原來, 雲武陽一拳, 將玻璃窗角打爛了, 跳了出來, 走到羅金鋒的身邊, 羅金鋒這一驚, 非同小可, 大喊一聲就說, 雲武陽, 你講話不孫鬚是嗎? 嘿嘿, 我是個不理事的人, 但是, 這件不是限事來的, 話口未完, 就使出一個闢空掌打了過去, 雲武陽和羅金鋒, 都是當世數一數二的高手來, 出手都不知幾快, 就在雲武陽發出了闢空掌的時候, 羅金鋒, 也都騎了一聲冷笑, 反手一捉, 就捉住了陳元基, 居然, 用大率卑的手法, 脫了出去, 嘩! 還在嘻嘻大笑說什麼? 哈哈哈哈哈哈, 好啊, 那你就打了! 各位, 陳元基, 有百幾根重的嘛, 被羅金鋒, 用內加真力地拋了出去, 就等一塊大石地, 向著雲武陽迎面地撞過去, 那些衝擊力, 怎止千斤啊? 雲武陽, 是武學大行家, 當然知道這些厲害的, 亦都知道怎樣應付的, 只有兩個辦法, 一個呢, 就是用內加真力, 將陳元基反擊回頭, 將陳元基變成兩個人之間間接較量內加真力的工具, 哈! 這樣就慘了, 陳元基被兩個大高手拋來扔下去, 死定都可以了, 還有第二個辦法, 就是立刻避開他, 等陳元基自己跌落地下, 這樣的辦法, 陳元基一定是狗死一生啦, 但是, 暂時間, 雲武陽已經想了幾個辦法, 是保存陳元基還是保存自己呢? 那個心都還沒有抓定主意, 說是遲那是快, 只見陳元基的身體, 頭在前, 腳在後, 一枝箭地飛過來, 這一下, 雲武陽的腦裏面, 突然閃出老婆憂鬱哀愁的樣子, 和女兒天真爛漫的影, 雲武陽咬咬咬, 真氣一體, 一掌平身, 將陳元基接了過來, 射了羅金楓的內加真力, 這一招, 其實就等於雲武陽, 拼了本身的功力, 硬接羅金楓的大率匕首啊, 這一招, 雲武陽, 覺得的心口, 好像被鐵枝猛撞一下那樣, 幸好, 雲武陽的功力深厚, 但是, 亦都禁不住, 狼狼瘡瘡地倒退了幾步, 嘩, 嘩, 一口鮮血噴了出來, 低頭一看, 只見陳元基雙眼, 尾到實, 那臉好像金子一樣, 看來, 是被羅金楓的內力震勻了, 羅金楓這一下, 就是想試探雲武陽的心意, 見他為了保存陳元基, 居然堪自選功力, 自己還一點事都沒有, 嘩, 大家都知道的, 兩個攻守一打倒, 就不是人敢品的了, 一定是用最上乘的武功來拼命的, 誰能夠支持內一點, 誰就可以打贏, 雲武陽對付羅金楓的狠招, 如果不理陳元基的生死, 運力反擊是上賊, 立刻避開是中賊, 這樣掩折是下下之賊, 兩個人未曾正式交手, 雲武陽已經處於下風了, 羅金楓, 精明機警, 一有機會哪肯放鬆才可以呢, 他趁著雲武陽在喘氣, 立刻又追擊, 嘩, 一聲, 吐氣開聲, 又是一招光猛的大率悲壽, 雲武陽稍微一側身, 將陳元基放下, 跟著反掌一拍, 用絕妙的射力功夫, 將羅金楓的掌力射了一半, 身不由己又退後了幾步, 這下, 羅金楓試出雲武陽的耐力已經虧損, 他心都不知多高興, 跟著又是一掌, 掌勢都閃縮不定, 好像是攻向雲武陽, 怎知道突然間中間改向, 化虛為實, 向著陳元基打下去, 這一招勢得又陰又狠, 但是雲武陽是甚麼人才行, 見他的手腕一翻, 就知道他的意思, 一個跳躍換了位, 但是, 已經遮在陳元基的前面, 商掌齊出, 又硬接了羅金楓的一招, 正說, 雲武陽, 一手抱著陳元基單掌應敵, 所以, 吃虧了很多, 這下商掌齊出, 大家都用了十成的真力, 只聽到啪一聲, 都被對方的掌力震開了幾帳圓, 真是半斤八兩, 旗鼓相當, 羅金楓這個壽, 又怕又起, 各位, 為甚麼羅金楓, 會又怕又起呢? 兩個人明明一打起來, 不是半斤八兩, 旗鼓相當嗎? 就是因為大家都剛剛打, 大家都覺得差不多, 羅金楓才起, 來吧, 你聽聽, 聽聽羅金楓現在是怎樣想的? 他是這樣想的, 嘿嘿, 雲武陽果然是名不虛喘, 如果沒有受傷, 我肯定不是他的對手, 至於現在, 他暫時還可以跟我打幾下, 看他的掌力, 後勁不足, 我只要沉得住氣, 逼他肯拼, 他就很難支持了, 哈哈哈哈, 他殺了石天楓, 我殺了他, 從此之後, 再沒有第二個是我的敵手了。 羅金楓, 羅金楓還在想著, 雲武陽一退, 馬上上來, 冷冷地說, 羅金楓, 你都算是武林之中的一號人物, 用這麼狠毒的手段, 用來對付後生萬輩, 傳出去, 會被天下的英雄笑你, 哈哈哈哈, 雲武陽, 你都說了江湖道義嗎? 哈, 哈, 奇聞啊, 我要抓這個年輕人, 事前跟你說過, 你說不理的, 啊, 為什麼現在有你啊? 我怎麼說呢? 我已經不記得了, 你說回給我聽嗎? 啊, 好, 我現在說回給你聽, 你一開始就說, 從此不理人間閒事, 跟著又鄭重聲明, 如果和我無關的, 我管他做什麼? 喂, 你說的說話還在我耳邊, 你怎麼會不記得的? 嘿嘿嘿, 雲武陽聽完之後, 我笑了一下, 是, 你如果在遞書殺人放火, 我難得管你, 你現在是在我家裡動手, 眼裡邊還有無雲無陽啊? 這個年輕人, 就算是應該殺, 在我家裡邊, 也都不輪到你殺他, 事情跟我有關也好, 跟我無關也好, 我怎麼能管? 這一番說話, 依照江湖的規矩, 也都不算得強詞奪理, 何金鋒聽了這番說話, 也都沒有辦法反駁, 只要冷笑地說, 啊, 這樣說, 你一定要保護這個年輕人了吧? 在我家裡, 就是由我做主, 不到你來, 好, 這條年輕人, 是張士誠的餘黨, 我身為錦衣衛的總指揮, 這件事, 我是要管定的了, 哦, 那也都沒有辦法, 那我只好再領教你羅大人的高招, 就在這一下之間, 只見兩人同時搶上, 羅金鋒一掌拍出, 嘩, 一聲, 掃斷了一支梅枝, 一掌劈空了, 知道不了, 突然間覺得背後微風濕熱, 雲無陽已經在旁邊打到來了, 羅金鋒大開聲, 一轉身, 打出了一掌, 雲無陽身形一火, 羅金鋒一掌又劈空了, 只見四面八方都是雲無陽的身影, 掌風人影, 使人眼花瞭亂, 羅金鋒的心震了上來, 在那一尾罵, 嘩, 雲無陽你的事真是狡猾, 你不敢跟我硬拼掌力, 就跟我用這個游鬥妖身掌法, 嘩, 你真是陰拾, 雲無陽的輕功啊, 內功啊, 劍法啊, 掌法, 都已經到了爐火秦清的意境, 這套八卦游身掌, 一施展開來, 被敵之長, 攻敵之短, 逼到羅金鋒, 跟著他癲癲亂轉, 慢慢慢慢, 覺得頭溫眼花, 羅金鋒暗叫不妙, 心就想, 不妙, 不妙, 這樣搞下去, 我不讓他累死, 我就先讓他, 唉, 這樣不行啊, 這樣想, 立刻就留心觀察, 只見雲無陽的眼光, 來不來又看看雲低在地下的陳元基, 羅金鋒也是武學的大行家, 見這樣的情形, 心都不知多高興, 他立刻, 想了一下, 嗯, 好, 你被敵之長, 攻敵之短, 我亦是同時來個被敵之長, 攻敵之短, 跟著呢, 羅金鋒洗出一招八方風雨, 掌力呀, 向四邊擋開去, 將雲無陽逼退幾步, 突然嘻嘻一笑, 盤塞坐地, 他跟著就說, 武陽兄, 小弟就沒有受到傷, 都覺得很累了, 唉, 你是不是都休息一下先, 打一下, 話裡面的意思, 即是, 不願意乘危取勝, 雲無陽一聽就很生氣, 由身撲上, 掌勢快到不知多厲害, 斬眼之間, 一連攻了十七八招, 羅金鋒, 認神應敵, 用分根錯骨的手法, 等到雲無陽一靠近身, 立刻就反手擒拿, 還用又光又猛的金光掌力, 任由雲無陽的身影怎麼飄忽, 掌勢怎麼變幻, 他硬是錯處不動, 本來高手對敵, 一定要下下爭先, 好像羅金鋒這樣打法, 先將自己局限防守的地位, 這樣, 就永遠都沒有辦法打得贏, 但是, 因為他是看準了雲無陽, 不願意消耗真力, 不敢跟他硬搏, 著輕靈飄忽的掌法, 是沒有辦法攻破他的防禦, 轉眼之間, 又對打了三五十招, 這時候, 羅金鋒才出聲, 哈哈哈哈, 武陽兄, 我們二十年沒有交手了, 今天難得吳兄賞臉, 肯次教一下我, 按道理, 小弟就算陪你打三日三夜也應該, 但是, 吳兄體力還未復原, 都應該保重一下才好, 如果搞壞了你, 我不欲殺百人, 百人由我而死, 叫我怎樣安樂? 雲無陽看穿他的心, 不讓他搞亂自己, 沉住氣, 吹緊掌力, 忽光忽悠, 忽虛忽實, 又鬥了十幾招, 羅金鋒又笑著說, 武陽兄, 哈哈哈哈, 你或者還可以打幾個時辰, 不過, 那位哥哥仔呀, 讓我用大摔匕手震傷五臟六虎, 哈哈哈哈, 你就算打贏了我, 亦都沒有把他保住他的命仔, 雲無陽一聽, 心頭一震, 那個心就想, 哎呀, 如果陳元基死了, 數數不是很傷心, 於是, 虛訪一招, 反身欲退, 不行了, 這個時候羅金鋒, 突然跳起來, 出力地一掌打下去, 嘩, 這個掌力真的好像排山倒海一樣, 啊, 咦, 這一掌有沒有打倒了雲無陽呢? 明日自講, 那應該怎麼處理他們, 和黑鍵傳道, 所以 vital抽驗ually還有兩種很もの, 這自然誰也是 bene這樣的, 也不會有兩種chief來自動動馬賽,